是社會安全碼 我們有這個碼 這個 每個人都有嗎? 美國也有 我知道 臺灣每個人都有這個東西嗎? 社會安全碼 它這個是外國的 美國的題目 OK 它可能也許直接翻過來怎麼樣 然後呢 它就是要辨識說 這個安全碼是不是 這個是有效的或者無效的 它裡面有規則 就是說它提示格式一定要低低低 這個是數字總共三個 一槓 兩個 一槓 四個 也就是格式部分要完全相仿 它才是正確的 反思就是不正確的 OK 那怎麼樣做? 當然我們必須怎麼樣? 去做判斷 那怎麼去切割? 我們大概看一下 比如說輸入這一個 這個是正確的 三個 兩個 四個 所以我再執行一下 假設我這邊是808 那裡面的話 當然一定要input input之後的話 當然我們就是利用那個 字串的一個相關的 第幾個字 第幾個字的規則 判斷 那怎麼判斷? 第一個 我們第幾個字到第幾個字 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的? 用這個方式來做取得字串的第幾個字到第幾個字的訊息 特別注意前面這個數字指的是第幾個字 那因為第一個字其實一樣從0開始 所以第一個字的話 如果我要取前三個字的話 那記得前三個字就是0冒後3 3意思就是到那邊停下來 跟range一樣 所以0冒後3意思就是取0、1、2 總共三個字 應該懂這意思 不過他麻煩的地方就是 你可能看這個是其實第幾個字開始 那你必須要把它加1 因為它從0開始 所以4到6的話 基本上就是4加1 就第五個字 到第幾個字呢? 第六個字的前一個就5 5還是第六個字 所以從第5、第6就兩個字 那後面的話就是後面幾個字 後面的話等於一樣是第 加1 第8個 7、8 那後面幾個字的話 應該規則的話應該是 最後 最後幾個 所以4、5、6、7 第8個對不對? 第8就是7 第7到後面幾個字 OK 其實如果說 假設有時候我不想算幾個字 換很多個字 我有時候打99 對不對? 其實是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後面全部的字我都要 剩下沒幾個字 我也不想去算 反正全部我都要 OK 這意思啦 反正你剩多少我全部都要就對了 有時候我會給他直接輸入一個 最大的 比他大的字 這樣也OK 那如果標準的話就到 那個字 的前面幾個字 OK 所以我們到 10 7、8、9、10 OK 對,沒錯 總共10個字 然後判斷什麼呢? 判斷說他的字是不是什麼? 有幾個規則 總字數是不是11個? 應該是11個字 總數是不是11個? 然後呢 第4個字是不是減? 然後第6個是不是減? 還有呢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有個S1 這個S1指是什麼呢? 這個後面呢 is digit digit 這什麼意思呢? 欸 對 是不是數字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判斷說 這個字串 它是不是數字的話 那你就可以什麼呢? 可以用 S1是不是數字 就是把所有的數字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 它雖然是一個字串 可是 它會檢查說 這個字串裡面放的是不是都是阿拉伯數字 是不是都只有0到9 如果是的話 它就是return true 所以 總共呢 會有一個條件 兩個條件 三個 四個條件都要為true 那 它才是合格的 一個那個什麼呢? 這個社會安全碼 反之就不是 所以結果就做出來了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這一題主要是 切割字串 比較麻煩 我是覺得 就是什麼呢? 它第幾個一定是從0開始 所以第一個字是0 然後到哪一個位置 到哪一個位置的地方停下來 但不包含那個 所以它這個像0到3 只會取得012 所以三個字 剛好是前三個字 取中間兩個字 取尾巴四個字 串起來之後呢 看看它是不是一個數字 如果是的話 那表示這個條件OK了 所以四個條件 那這一題呢就完成了 好 是不是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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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查一下 因為是不是字母比較 一般是不是空的啦 或者是不是數字 或者是不是日期 是不是日期 或者是不是字母的等等 不過這個可能在查一下 因為有些東西不常用的話 也不會特別去背它 你可以查那個字串嘛 字串的裡面 如果判斷說 它return回來的結果 是不是哪一個 哪一個詞 這可能查一下吧 然後這一題比較簡單一點 再來的話 那個 第810 810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 把資料切割之後 待會可以看一下 這個最大最小 這些數字裡面中間加空白 把裡面最大的 他說什麼 最大的 跟最小之差 所以把最大的抓出來 把最小的抓出來 然後把最大減最小 看它兩個相差多少 所以這一題特別重要 你需要先把這個字串 先把它切割 按照空白切割 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所以有個Splitter 中間它空白 但是Splitter之後的話 它回來的 裡面就不會是數字 裡面的話 它會是字串 所以剛剛有同學 跑來問我說 老師那 如果字串裡面 所有都是 都是字串 怎麼快速把它轉成 數字 因為你只有數字 才能比大小 文字是不能比大小的 對不對 所以 如何快速的找 把它全部轉換 其實等一下會講 OK 剛好 有兩個方法 不過我發現 雖然第二個方法 比較短 一行就搞定 但是感覺一行 似乎也沒有太好記 所以也許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 第808的這一題 先試做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如果我今天要把什麼呢 把那個第8 這個應該是第8類的 第810這個 最大最小是x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需要什麼 假設它有次數 不過這個次數 我先不理會它 我們待會再加 兩行乘是k等input 轉型 然後for回圈的話 for i in range 前面有寫 加個k就好了 它就跑幾次 所以這個部分先不管 我們先把這個 帶進去 然後切割 splitter 但是splitter之後 它只要是切割 它會是自串 因為它是一個自串的函數 所以切割完放進去 串列 那就會是什麼呢 自串 所以我這地方如果 這個地方加進去的話 那splitter之後 丟過來的東西 它一定是自串 所以我怎麼辦呢 我這邊一定要先把它 做個轉型的動作 那轉型我先把這個 先把這邊先改一下 把它直接 先拿這個run一下 那當然會有需要注意的就是 切割有沒有 它裡面都是自串 所以我怎麼樣快速的把這邊 全部都轉換成整數 就是說轉換成那個不是自串的數字 所以我用eValue 如果你用int不行 這邊有小數點 那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這個我先用這個方法 這個先list greener就把它關掉 怎麼轉呢 就是說呢 我把這個list裡面的每一個都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的話 把它外面包一個什麼呢 eValue 然後呢 裡面加一個中瓜糊 意思是第幾個 先0嘛 0 然後轉型完之後 重回去的意思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等號 主要就是把這個轉型完的東西 蓋過去的意思 其實就是修改裡面的形態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就這樣 就馬上一個一個一個抓出來 一個一個轉就對了 剛剛有同學來問我 老師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我是覺得這樣應該已經夠進了兩行 對不對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只是我覺得另外一個方法 是不是又比較簡單呢 其實你們可以自己看一下 這個方法 ok 你如果說你不想要寫兩行 你可以寫list 它的來源 你沒有可以 它這個甚至 Python有個地方還不錯 它可以直接把層次寫在串列裡面 但是 這個裡面就是說 把後面的東西 把這個list的東西 就是for each的寫法 把這個list裡面的每一個東西 先放在x裡面 然後x再放在轉型 轉型完之後再放在串列裡面 這樣子也可以 可是這樣也比較好理解 ok 自己決定吧 像因為同學問說 老師有沒有更簡單 有啦 這個好像感覺比較短 可是說真的 我比較少講這個 主要原因是我自己都覺得 這樣的寫法 我還是記不太強 但是下面的寫法 反而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好記 有沒有 所以 看各位 自己覺得哪一種寫法都可以 還要更簡單的 好像目前想不到更簡單的 更簡單的也許叫別人寫 如果你不可能永遠都靠別人 我覺得這個社會上 哪怕是老闆 你自己也要知道一點事情吧 不然所有事情答案都在別人身上 那你當然最後你什麼都會變成會有問題 ok 好 那最後的話怎麼樣 轉完之後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裡面的資料 那應該就會看到的就是都是什麼 都是數字的有沒有 轉成功了 那如果已經是數字之後 你才有辦法做什麼呢 才有辦法去判斷這個串列裡面 哪一個最大 哪一個最小 因為如果你裡面都放字串 他沒辦法比對 他會出錯 因為他說你字串我怎麼比 對比什麼 所以這邊的話 最後就把它format 他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所以用max 找到裡面最大的 應該就是94嘛 然後最小的 應該就找到3.14 所以把兩個相減的結果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冒號.2f 這個應該講過的N次 所以執行一下 那理論上呢 應該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我們要的 ok 90.86 答案就出來了 ok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後面呢 其實還有兩題 不過兩題我是覺得也倒還好 就都是獨檔 還有把串列用Sprint切割 然後顯示出結果 908 910都差不多 910的話實際上 另外跟各位講一下說 你們如果有一些東西 可以從網路上下載的 就是說 因為到時候考試會給你檔案 可是 因為我沒有那個模擬系統 所以如果他需要什麼 這個read908 請你把它打開來 去下載他的TST檔 就這個 或者是說你按右鍵 自己產生也可以 這個把它下載下來 那DAT檔 另外一個那個910在這裡 DAT 你可以直接 這個直接可以下載 但是呢 這個 他的檔案是什麼 Data 你可以按右鍵 如果你有裝那個Nodepay Plus 你可以把它用Nodepay 或者說你可以用 開啟檔案的方式 去用什麼 用那個 記事本 去把它開起來 更多 應該可以用 記事本Nodepay 這個 OK 你可以把它打開 裡面實際上就放這些了 什麼學號 姓名 性別 然後呢 科系 而且中間都加空白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把他讀進 性別還要0跟1 所以他要計算說 是男生的有幾個 女生的有幾個 就把這些加中強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些都放在串列裡面 然後累加的話 只要累加這一欄就好了 然後算一下幾個男生幾個女生就OK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把它用 F等於open 把它開進來 然後他的 編碼方式是YouTube8 然後用讀檔realize 把它裡面全部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的話 再切割為二維正 二維串 一用二維串 OK 這邊的話先切割他的換行 去掉換行 然後用空白的部分切割 那個 第十二 然後並且把他的那個什麼呢 把他的那個性別欄取出來 他因為他是在第三欄 所以中瓜是二 0、1、2 剛好第三 最後的話呢 去看著什麼 1的數量跟0的數量 這樣的話男生女生就取出來了 所以讓出來 結果 看到有沒有 最後這邊就有一個 先把他的資料先讀進來 然後去計算男生女生 各式幾個 就大功告成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還蠻希望能準時 所以今天早上來 沒辦法準時 其實心裡還是一直耿耿於懷 因為我覺得準時是一種美德 所以在日本 感覺這個國家非常有美德 從來不遲到 也不早退 但是壓力很大是真的 不過我是覺得後續還有蠻多 那我一樣會把那個上課的影片 一樣會再貼到這邊 OK 不過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想要以後 這個資料一直都留存著 我是建議回去請你自行下載備份吧 不然我不保證說這些資料 它永遠都會在這裡 當然不會一下 這個課結束就消失 不會 OK 放心 但是你也不要說 幾年之後才發訊息 問我說老師 你這個資料在哪裡 那我就沒有辦法保證了 那還有就是 那個 YouTube上影片也是一樣 如果你想要永久 就是其實這還算是一個資源 如果你想要繼續聽的話 你可以用一些方法把它當落下來 然後 像我的習慣 甚至我存在手機 存在平板 存在任何地方 像我學別的東西 像我最近學日文 我很認真哦 我發現我越來越聽得懂 雖然我現在還是在那種小學生階段 可是我覺得 只要有心 要把它學會應該不是問題 OK 所以當然今天最後一次 當然我希望你們將來 如果要考證到的話 都能說 最後結果 你們